国际青少女运动会在7月落幕 那么新北市明德高中国中部的选手赖亦轩 在跳高项目夺下金牌 展露头角 除了拥有运动天赋之外呢 亦师亦友的教练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给予指导及支持 让赖同学能够迎向往后的挑战 划破晴空的完美五线 这是来自明德高中国中部的选手赖亦轩 从国小接触跳高项目 先前训练也让他在国际青少年运动会中 展露头角 勇夺金牌 然而从训练变成专项 这条路走来并不容易 国一升国二的时候 暑假好像受伤吧 就是国二开始就是都没有成绩 可能连170都没有跳到 然后之后就来 可能转去全能练下身体素质 之后国二下学期有几场杯赛就是 力量突然提升就突然跳到180几公分这样 带上出赛的赖同学在决赛时 心力业曾经彷徨 我有一跳178公分的时候 前面一两跳都没有过 我当下其实超级紧张 可是光荣的那个跳高教练 跟我说不要去想 你跳很高 所以我就带着没有那个 没有紧张的想法去跳 那个178的最后一跳就过了 过了之后我就说跟教练说我跳到190 之后第一跳算没有过 但第二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就过了 虽然拥有运动天赋 但也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创造夹击 对赖同学而言 以时已有的教练除了适时给予心理建设 也量身规划训练内容 因为一宣他算是国中阶段 那其实都是以基础训练 对来去做调整 那力量的部分我们 目前是以基础能力来做训练 以专项跳高的基础能力来做提升 那未来在高中的话 会以重量训练来提升他的身体素质 学生选手比起班学字 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汗水和泪水 艳阳下赖同学努力的生意 成就了为台湾喝彩的每一道光